現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遇到有人溺水了 你想有人溺水了你想去拯救他 那你應該要 做五個步驟 當你到輔駕的時候你可能會去各種 水域 環境去那邊做遊樂的動作 不管是海邊 游泳池 甚至其他的比較危險的水域的環境 那在那邊的時候因為 我們自己知道說要做好我們要有 救生員要有充足的 準備才能夠下水 但是其他人不一定這樣做 搞不好他看到水他就覺得很清涼他就想 先跳下去 然後他發生溺水了 你在 看到他發生溺水 你救的時候你要怎麼去救得了救救出他 那你就得需要 遵循這個步驟 叫叫 聲 拋滑 那第一個叫呢指的是 要大聲的喊救命 因為可能你一個人沒有辦法救得了他 說不定你的游泳 技巧還不是很 純熟 或是 他離你太遠 也許 都還沒有熱身 所以你可能要大聲呼救 跟其他的 讓其他在 跟你同一個水域環境裡面的人聽到 也許別人 可以想辦法救得了他 那第二個 第二個叫是指 你大聲呼救完之後 趕快打 110 或 112 這些 這些電話 通知 消防隊 他們派人來救援 第二個是 通知 我們的一個 消防隊或警政單位來派人來救援 第三個 聲 是 看看岸邊有沒有竹竿 比較長一點的東西 然後把它 伸長過去 讓溺水的那個人可以拉 拉住 拉住他 這樣避免他機率沉下去 那第四個 拋 拋是把一些比較軟的 軟的東西或是可以補起來的東西 如果他離你很遠 你的竹竿根本不夠長 那你就找找他有沒有 繩子啊 或是 那個瓶子可以浮起來的瓶子 然後丟給他 把這個東西丟給他 讓他可以 暫時 那個 借助這些物體浮起來 不要沉下去 然後最後一個 如果 真的都沒有人來 你要找找看有沒有東西 可以讓你坐在床上的 喔 像 小的步伐或是 那個 氣墊體 就是坐在船上 你滑過去 滑水過去 把他救起來 千萬不要自己 跳下水 直接過去救他 這樣子反而 救不了他 那也許自己也會 那個 遭遇到更危險的事情 所以要 記得你想要去拯救 拯救逆水的人 你需要有這五個步驟 叫叫 聲拔滑 謝謝